大家好,我是这次话剧《在那遥远的星球》与丽莎的导演同会 话剧是关于人物的 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构成了这个话剧精彩的剧情本身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与每一个演员一一见面 让他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自己角色的命运和性格 以及与他们相配的重要道具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叶英 是一个手表摊的摊主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女儿 但又怕自己的女儿爱自己的老公 又怕老公不会回来的人 是贯穿全职的叶英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望远镜 每天叶英就会用这个来观测星空 他会计算期盼了二十年的丈夫什么时候回来 大家好,我是小范 我是跟叶英一起摆摊的好朋友 平时比较逗逼 然后自认为非常有演戏的天赋 然后特别会装死 不过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你什么故事啊 就是我以前花三十二岁去越南买了一个老朋友 我在剧中饰老钱 我是一个曾经的亿万富翁 现在应该也挺有情的 我曾经有一个深爱自己的妻子 以及一个性质的家庭 但是这一切在我的妻子因为胃癌去世之后 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了 我在剧中饰演怪怪 是叶英的女儿 一个特别叛逆 特别渴望关注的女孩 平时跟妈妈哥哥不误的 对她行为也特别不理解 然后是一学电影专业大学生 专门介绍想让你手里有刀剧吧 这是一根烟 这根烟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虽然是个刀剧的女孩 过来平时行为也是非常不吸引 是不是抽搅烟什么的 这个同学 看镜头 看镜头 那个你在剧中是谁呀 我在剧中是一个特别负面的角色 我特别的暴躁 特别的急功近利 还非常不友好 我手里拿了一个相机 因为我在剧中是一个不成气候的电影制作人 我一直特别想得电影的金棕驴奖 但是 但是我最后搞砸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搞砸了的原因 草莓丹沙 我在剧中角色名叫神秘女子 然后是一个表面上风情万种 但性格却有很多层次 而且心里面有很多矛盾的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越南人 在生命中不同的一些时刻 对于我来讲有不同的意义 所以我一直寻找一样定格这些意义的表面 我的剧中是神秘先生 但是我不知道我的故事 排练了一个多月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存在还是不存在 我在剧中扮演一个天真可爱的小朋友 给我们看一看你剧中的扮相吧 我剧中你是一个客人 客人二 然后就比较喜欢逛街的一个解决生 那就是这包就显示 就显示自己的土豪身份 我演的是一个自以为自己很屌的一个非主流男青年 这个是我在第三幕当中 从小范的手里买到了一张 波多老师的限量版的 电光表演 点LUC 电光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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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光表演